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延缓了他的消亡 那么在空间上呢 他从西欧走向了这样一个世界 这个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共同点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终点 无产阶级革命 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阶段 取得世界性的胜利 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胜利 一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体系 完成以后 才取得一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胜利 那么这样一个观念呢 实际上是代表了当时啊 就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 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这个它是站在这个西欧和平 这个相对和平的这个时期啊 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列宁呢 是站在国际被压迫 被剥削的这样一个民族一方 也就站在这个东方人的 这样一个立场上 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一个立场上呢 看待帝国主义现象 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所以就提出了资本主义 是就说这个帝国主义啊 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 就认为了就说帝国主义啊 就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就是帝国主义的形成啊 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带来 这就代表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 所以在这一个时期啊 我们说和平和革命啊 战争 革命和战争的这样一个理念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列宁啊 通过这个对 这个站在一个东方人 就是俄国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啊 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他就对这个第二国际的 这样一个思想家 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关于这个帝国主义 这个时代的民族革命和战争 等于一系列的问题上啊 都发 就是说 都代 都表达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啊 都具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也成为了一个 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视野 对这个世界革命的这样一个说明啊 已经超越了他的这样一个 俄国的这样一个特殊性 而对于对这个 可以说是站在这个东方民族的 这样一个发展 来看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和无产阶级革命 来作出一个这个世界历史 发展的这样一个认断 发展认断 所以他的整个 对这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分析啊 都是建立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的 这样一个认断上的 所以他认为了 在这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个阶段上面 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一个他是对帝国主义的 这个经济结构的分析 他认为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啊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最重要的特点呢 他把它开广为五个特征 一个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也就是集中和垄断啊 这是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特征 第二个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 形成金融寡头 也就是金融资本 也就是金融资本 第三个呢 就是资本输出 代替商品输出 就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一种商品的输出 而是资本的输出 资本的输出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瓜分世界的资本家 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 也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方案 形成了对整个一个瓜分这个世界 也是殖民地国家的 这个 这样一个殖民者的这样一个形成 最后呢 就是最大资本主义 大国已经把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 就是整个世界被瓜分的 被西方的这个资本瓜分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 正是对这样一个经济格局的分析 他就分析了这个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上 我们我们讲了 他和卢生堡的观点啊 是有着根本的分析的 就是很多人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这个卢生堡 要反对这个 列宁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 而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 和卢生堡的民族解放运动啊 到底有什么区别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卢生堡就认为呢 他说这个民族解放运动 就是从西方人看 这个民族解放运动 指的是什么 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它是发生在七十年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那么资产阶级建立这个民族国家呢 它是为什么 取代封建的国家 所以民族解放运动 本身啊 是资产阶级反对 这个封建主义的这样一个斗争 也是资产阶级啊 建立自己的国家 就是以这个法律为 为准则的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在之前 它是一个国王意志的啊 而现在的现代国家呢 它是以法律为根据的 所以他就说建立这种民族国家 他说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啊 是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到了社会主义 就是到了这个帝国主义时代呢 也就是说 你的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你提民族解放运动呢 是过时了 这个 这个时候应该提什么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强调的是 人民自治的问题 强调的是人民自治的问题 而不应该再提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列宁就认为啊 你西方完成了这个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我的东方的民族运动还没完成 是吧 我还出来 就是说你东方已经从这个 就是说已经从自由资本 进到了垄断资本 但是在东方 这个西方已经进到了这样一个水平了 但是在西东方呢 这种革命还刚刚开始 俄国面对的大片东方面对的是什么 封建的这样一个制度 而不是一个完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制度 它的资本主义形态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运动呢 所以他就分析了这个世界政治格局啊 他就认为了 在这个时候啊 他说实际上呢 我们要讲民族解放运动 和这个当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这个民族解放运动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样他就把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啊 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 区分为两个阶段 他说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呢 一个阶段呢 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 这是西欧国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的民族运动 那么这种民族运动呢 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所以呢 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民族运动 他说另外一种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民族运动呢 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开始的 发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 他说这个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不是讲的你那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而是讲的发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这个民族运动 那么这个民族运动呢 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功能运动为背景的 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功能运动为背景的 反对是反对什么 把反对民族压迫 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 和无产阶级革命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那么这样一种运动呢 它和前面的运动相比 就是说和前一种民族运动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相比呢 它有两个特点 就是说一个呢 它不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 而是以战争 与民族战争 就是说一个民族反对这个 就是说另一个民族的战争 这个什么呢 也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反对这个侵略者的这样一个战争 你对我的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侵略 那么我就要对你这个进行这个反抗 那么进行了这样一种战争 所以而不是以这个什么第三等级去推翻这个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不是这种群众性的运动 而是以战争的形式 民族战争的形式出现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它认为这种民族运动的范围啊 它不是限于西欧 就是你的前一种的这个民族运动呢 仅仅是在西欧内部发生的 而这一个呢 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并且呢 它是和这个世界性的功能运动相联系的 所以列宁在这儿就讲 就谈到了一个战争啊 对于革命的意义和政治的意义 他就说战争使政治通过 另一种手段 也就是暴力手段的一个继续 就是提取到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 暴力手段的继续 也就是战争也是政治 战争也是政治 不是说战争仅仅是军事 它同时也是政治 它同时也是政治 所以列宁的这样一个观点 在这个观点呢 他就把战争区分为民族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 说明了民族战争的这样一个性质 所以他就认为了 他说在这一个时期啊 这个革命 这个战争啊 就是包括革命的这个民族起义和战争 第二个呢 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起义 那么这还有一种呢 这两种战争的这样一个汇集 所以这个列宁说战争啊 它是作为一种政治 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啊 它是空前的复杂的 空前的复杂 它不仅仅你空谈什么战争 人民 这个都是空话 就是因为这个国际形势 在这个时候东西方的这样一个格局不同 所以呢 它那个战争啊 发生的非常的复杂 你民族战争也交集着这个帝国主义战争 不是说我所有的战争 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战争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争 它其中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战争啊 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这由于这三种战争啊 就是说这个战争啊 汇合在一起 所以各国的情况不同 所以呢 必须要把这个战争里面啊 分析有什么 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就是说你对这个民族解放战争啊 对正义的战争呢 应该是支持的 而对非正义的战争呢 是不应该支持的 而不是像第二国级简单的处理 所有的战争我都不支持 然后所有的这个和平 我都是支持的啊 或者说我所有的战争 我都支持的 他说不能这样认 就是你要区分正义的战争 和非正义的战争 那么正是这样的列宁啊 就通过对这个民族解放战争的 这样一个分析啊 来制定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 这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根据 而且通过这样一个呢 他提出了帝国属于时代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不平衡规律 这一个啊 可以看出来 列宁在这样一个 就是说在对帝国主义的 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的一个特点 辩证法的特点 就是说他辩证法了 为什么列宁会重视辩证法 你只有运用辩证法 你只能 你才能分析啊 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 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样一个现象 非常现象 才能理出他的这样一个 呃线索来 资本主义发展的线索来 所以他才提出了 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 这样一个不平衡的规律 强调 就是说东方国家 可以通过民主解放运动啊 呃 来这个 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打破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 这个不平衡规律 和革命战争啊 使这个东方国家呢 在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啊 获得一种主动权 获得一种主动权 和这个 他的积极性 发挥他的这样一个人动性 这就是 实际上对这个十月革命的胜利啊 可以说是 取得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胜利 可以做了一个 呃 理论的这样一个根据啊 这样一个理论根据 所以也形成了 列宁的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在这个列宁 帝国主义理论呢 也 这个列宁啊 到了 也这个时候啊 也把这样一个 他的这个辩证法 入于这个国家 和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分析 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在分析国家问题 和政治哲学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也就是对我们现在啊 很有启示的啊 都值得考察的 就是他的这个新经济政策 和俄国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建设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看 首先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 呃 代替鱼粮收集制 以食物税代替鱼粮收集制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转而恢复资本主义 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 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啊 呃 食物税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战时的时候 就当时在战争时期啊 俄国的物质条件 各方面非常的艰苦 非常的艰苦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农民啊 呃 所有的就把这个农产品呢 它是以食物税 就是说你生产多少 你全部都交给国家 然后由国家呢 再分配给每个人 呃 给每个人 那么这个在战争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 取得这个胜利啊 为了抵抗这个侵略 呃 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战争的胜利 胜利啊 打败这个资产阶级 农民所有人可以啊 都可以忍受 都可以忍受 而且都是自愿的捐出来 所以这就叫这个 食物税 这叫食物税 所有东西 呃 这个 呃 也就是说一种这个 呃 集中 集中分配的这样一个 一个税制 也就叫这个 呃 共产主义吧 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 这样一个军事体制 这样一个体制 把它分配的 那么到了这个 呃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这个环境呢 就缓解了 就是你反对这个 资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呢 你这个整个的就宽松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农民啊 把所有的这个东西 就是他生产的所有的产品 都给你 等你分配的话 农民就没有积极性了 没有积极性了 这个时候呢 就改为什么 什么 这个鱼粮收集制 这个鱼粮收集制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 你比方说这个土地 它都是国有的 那么给你耕种 你耕种了以后 你交完了这个税以后 我规定你交多少税 然后交了税以后 多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支配 那么你自己支配的 这个程度呢 就叫鱼粮 你自己可以支配的 叫鱼粮 这个鱼粮呢 你如果愿意卖给国家 国家就以货币的形式 就是给钱给你 就是给钱给你 这就叫鱼粮收集制 就叫鱼粮收集制 那么农民有自己支配 自己的这个 粮食产品的这样一个权利 是不是就带有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性质了 我自己自由 我可以跟你国家进行交换 我多的 我不吃的 我可以卖给你 但是我也可以都吃掉 就说我自己来支配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所以列宁说 由15岁 代替鱼粮收集制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他就是说 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啊 转而恢复了资本主义 所以他就恢复了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哦 他原来 这个15岁啊 我说反了 这个鱼粮收集制呢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我都收上来 这个15岁呢 就是说 我可以啊 给一部分的钱给你 给一部分的钱给你 意思一样的 他就15岁代替了个 所以这个 列宁就说 实际上呢 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啊 恢复了资本主义 所以这个 他就说 他说这个 新经济政策呢 就是允许 无产阶级国家 允许有小生产者的贸易 自由 有它的贸易自由 而且呢 允许这个 国家资本主义存在 就是在工业当中啊 形成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列宁所说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 这个新经济政策呢 实际上啊 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啊 进到这样一个 新的这样一个时期 就是说 列宁说 它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 是一种倒退 因为战时共产主义 是所有的 所有的物品 你都收上来了 是吧 我都收上来了 那么现在呢 是什么 现在是 我有一部分收上来 而我跟 我跟这个农民啊 进行的是一种交换 你给我这个 粮食 那么我会给你什么 我会给你钱 给你货币 所以它又是一种交换性的 所以它说 这看起来是一种倒退 但是它确实必要的 确实必要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 列宁所制定的 这样一个 新经济政策呢 它不仅仅是一种 经济的形式 它同时的也是啊 这个实行 就说在这个战后 这个实行 这个输外建设的时候啊 包括它的民主建设 和文化建设 那么在经济建设上呢 列宁的一个 最重大的贡献呢 就提出了 国家资本主义的 经济形式 它说的这个 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的形式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呢 是可以说是 资产阶级 最先提出来的 就是说形成 国家资本主义 因为是垄断资本嘛 那么列宁提出的 国家资本主义呢 和这样一个 和这个资本主义 国家的这个 国家资本主义 是不同的 它强调什么 就是说 国家资本主义啊 是无产阶级的 政权可以控制的 就是说 你要把它控制在什么 我要允许资本主义发展 但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的 你的物质财富 我把资本主义看成什么 它最能刺激 物质财富的发展 这个物质的财富的发展 你要服务于我 无产阶级 不能说把它 刺激这个无产 这个资产阶级啊 它的自由竞争的发展 而剥夺 而这个 就是说它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能维系 无产阶级的政权 不能维系 无产阶级的政权 所以呢 它认为啊 无产阶级呢 国家必须要 善于利用 这样一种国家行政 使它按照自己的意思啊 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 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 使它能够战胜封建的经济 这是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国家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经济思想 那么和这个经济思想 在相联系的 就是社会主义的 民主建设问题 它认为和这样一个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势 相联系的 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 建立一种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 所以它认为 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 不是一个什么 大家一个什么选举 就是自定的空头计划的问题 而是什么 而是一种制度 就是说你的民主 一定要通过制度来保证 制度来保证 最后呢 它强调这个 和这个民主制度建立 相联系呢 它是提倡 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那么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 一个最根本的思想 它的最根本思想是什么 就是说 它认为社会主义文化 特别在俄国 要反对那种虚无主义 它说虚无主义是什么 就是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文化 就是否定人类一切文明形式 它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 它就比方说马克思 就是它之所以是能够 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 就是它继承了人类 整个文明大道上的一切优秀成果 所以你不能采取这个文化的虚无主义 把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 和以前的文化 绝对的对立起来 而是要吸收他们的这样一个 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上的 这个优秀文化的这样一个成果 所以在这个里面它主要是批判这个 在整个从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上 面临面对的一个什么 如何改造一个中法式的这样一个 经济土壤上面成长起来的 小龙的这样一个意识 小龙的意识来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文化 所以其中它一个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它说你要真正的建设这个民主政治 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的文化 你就要发展资本主义 就是摧毁这个封建的小龙经济的一个思想 这个非民主思想那种官僚主义的 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这个资本主义 如果你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没有一个民主的意识 你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 每个人不可能形成他的民主意识 也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文化 这是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它同时强调 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它也是一个辩证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从这样一个列宁的这样一个思路上 思想上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个小节 就是说看了整个列宁的全部的实践和创造 就是列宁的哲学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就是重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研究 第二个就是重视结合俄国的现实研究 闪法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 正是这样一种研究 使它能够把社会主义由一种理论转化为运动 由一种运动转化为一种社会制度 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 把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 转化为一种新型的文明 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 列宁超越了普联罕夫 列宁超越普联罕夫 而形成了苏联哲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列宁哲学 作为苏联哲学的一个起点 作为苏联哲学的一个部分而进行研究 也是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的这样一个意义